亮点新闻是台铁便当节 主播沈锦阳他是台铁迷 我知道你爱吃便当 你也爱吃台铁 来 沈小景 今天我看到观光列车陶瓷便当盒爆红 你喜欢吗 画面上的这一款 我觉得这个便当盒还蛮不错 就是你用完之后 你还可以把它留下来 洗一洗你可能回家 它比较有纪念意义 也就是说呢 它其实卖的是这个 你可以留下来 不是吃完就把它丢掉了 我也蛮喜欢的 也就是说物超所值 台铁便当节 但我们讲说 下周就是端午节了 我们前几天告诉大家 有平价的 有亲民的 不过今天我有看到一款 这个叫做爱马仕肉粽 你猜这个多少钱 一万六千八 沈锦阳一万六千八 可以出国一趟的 这个很难买得下手 但是其实像这样子 一万六千八 我刚刚去研究了一下 它其实是卖这样一整盆的 就是说它其实分三层 最上面这一层 当然就是肉粽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好料 比方说可能像什么 龙虾 干贝 这种还有鲍鱼 这种比较贵的一些食材 那当然第二层 它用的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 那这个瓷器当然是很贵 第三层也非常的实用 就是它是用茶 台湾的名茶 等于说就是从吃的 喝的到用的都有一整组 我觉得这个适合拿来送礼 但是其实价钱 是稍微贵了一点点 我觉得我还是去吃便当好了 吃一下日式铁路便当 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非常喜欢吃 它的铁路便当 每一款都有 而且其实不贵 其实这个台铁便当节里面 它有展示很多的铁路便当 你刚从日本回来不是吗 对 之前去了日本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在东京车站 然后卖非常非常多铁路便当 而且铁路便当非常厉害 包括你可以想象有 和牛便当 然后有牛舌便当 甚至还有这个 这个口鸡串的便当 那我其实准备了一款便当 我要给你猜猜看 来 导播帮我cue一下这个画面 导播帮我准备一下 这个 来看这个 你觉得这是什么便当 乌鱼籽吗 这不是乌鱼籽 再猜一下下 乌鱼籽 烧牛河吗 河工夫争就解答了 它其实是蛤蜊便当 像这样子蛤蜊直接 帮你剥好好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一口吃 相当的满足 你觉得呢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报道 大K7度的海峰號陶瓷便當 晚晚干貝 大片鰻魚 還有鮮蝦 滿滿好料 還有旁邊的山蘭號 櫻桃鴨和和牛雙主菜 吃完便當盒還能留下收藏 即使一個售價999元 還是吸引民眾 一早就來報到 隊伍繞了一圈又一圈 台鐵便當節七號開幕 湧入滿滿人潮 次次的便當盒 是用今年下半年 投入營運的台鐵新型 觀光列車 海峰號和山蘭號 設計的 也是台鐵公司化後 首次便當節 吸引鐵道迷搶買第一波 我今天五點就來 這麼早來 因為台鐵公司的第一次 的鐵路便當節 我覺得要用最大的誠意來支持 我今天想買鬼頭刀 然後還有那個鐵箔特色便當 為什麼選這兩個 因為那兩個我們都還沒收藏過 這次除了台鐵本鋪 還有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各國廠商參加 像是日本 淡路屋推出的黃金章魚飯 和銀章魚飯 是著名的車站便當 連蓋子上都有章魚相當吸睛 還有東日本旅客鐵路 主持會社帶來今年三月剛上路營運的 一八系山形新幹線便當 以及超豐盛的山中途便當箱 上層的鮭魚海蠍到下層的滿滿和牛 雙層設計超級精緻 售價也首次來到千元 大火車來上一份便當 是很多人同情記憶 每年便當節也吸引鐵道迷 繼續收集各式列車 把海峰山蘭號 以及日本新電線 通通帶回家增長 記者葉宣爵 魯俊銘 SNG小組 台北報導